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是今天中國祭邪 北京線上座談會 你看看 又有外國的媒體來亂 這是彭博社 他說什麼 他說 針對大陸過度防疫 各地出現白紙運動 多數年輕人走上街頭表達不滿 那麼中共中央 也是不是要進行打擊 來對抗疫回應呢 你看每一個字都充滿惡意 什麼時候有人說要打擊 打擊其實就鎮壓的意思 就鎮壓的意思 這一聽就讓這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的副院長 王副院長非常不爽了 直接就開嗆了 說你們這些記者很奇怪 你們興奮什麼 覺得這是反對共產黨領導 反對總書記嗎 有的時候你們這些西方 誇大其詞說中國已經爆發顏色革命 你腦子有病吧 另外還有現場活動主持人也說 有的西方媒體莫名興奮 隨意炒作 幸災樂禍 冷嘲熱縫 不符合新聞工作的職業道德 罵得真好 罵得真好 你看就這些媒體要搞事嘛 那不只媒體搞事 我們往上來看 英國現在是首相帶頭搞事啊 針對這個勞倫斯 BBC的記者被抓 在首次的外交政策相關的報告裡面 你一個英國首相也要去講 那就只好等著被這個趙立堅發言人 痛罵一頓痛懟一頓 除了質疑記者想搞事之外 我們來看 他還三問英國 哪三問 來 請問英國如何對待國內抗議者 2020年 倫敦爆發 反對抗議封鎖的遊行 結果150人被逮捕 2021年 有人反對政府削減公共的 這個開支政策遊行 結果你們逮捕超過200人 英國警察 還把赤手空拳的抗議者 團團圍住 圈打腳踢 任其哭嚎哀求 也不為所動 你有什麼資格講中國 再來 英國怎麼對待記者 說幾年前一個記者 中國記者在英國保守黨 年會上面行使正當權力提問 結果被英國法院判有罪 然後英國自己的記者 創作你不喜歡的 這個內容 結果就被制裁 而且還是守衛英國國民 再來你們BBC 又是如何報導中國的 從陰間濾鏡到扭曲 涉港涉疆議題 你們在搞什麼 涉港涉疆你有問題 涉疫情你也要爆 為什麼你BBC總是出現在這種莫名其妙的場合裡頭 這個真的是把這個BBC跟蘇納克真的是 罵到他們講不出話來 大使 那個BBC的記者 事實上他在現場他沒有展示 他沒有把他的身份表明 他如果是在執行採訪任務的話 他如果跟這個執行勤務的遠景發生衝突 他要表明他的身份 對他沒有表明他的身份 所以從頭到尾他沒有告訴人家 他是他的記者 這就這就是我覺得如果是事實的話 這就是在故意要製造事端 他就要讓人家怎麼樣把他抓起來 你知道外國人在 你這種是表達公民權利的事情 你沒有當地國家的公民權利 你沒有政治權利 這是一個有政治性質的活動 你怎麼可以在現場 你怎麼在現場 你沒有權利對你居住的外國政府表達抗議 或者表達不滿的意見 外國人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所以他在現場 他又不表明他是在執行 他的職務 我這BBC的證件拿出來 那你就對你報導 你覺得說他就故意的 基本上就故意的 我真的覺得他就是故意的 就製造一個事端嘛 對 然後用這個事端 給他的政府給他的報紙 繼續做文章 然後扣中國帽子 扣中國大陸帽子 你看看BBC為了這件事情 28號就已經停止了事情 還在弄 每天還在發文 對 你沒有事實了 你有什麼好報導的 請問一下 都在那邊寫文章 對不對 就那個事實他也不講清楚 是發生什麼事 那是對不起 11月27號 11月26號是 你今天已經30號 你還在寫什麼啊 就在那邊繼續在那邊 渲染這麼想要挑 可是對不起 調不起來了 而且我今天一早上 就在看網站很多 你知道 我在看這個YouTube上很多 好些人在那邊喊口號 結果後來一看 對不起在倫敦 對 加拿大也有 加拿大 可是他 法國也有 很多人抗議很兇 都在外國 而且都是晚上很奇怪 你白天為什麼不去報導呢 對不對 你根本看不起 看不清楚附近的 這個是什麼環境 他就表示什麼 今天我30號了 我昨天還抓到 晚上還有人在抗議 對不起他就一看 在倫敦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還有一些騙子 我覺得非常懷疑的 就是一些抗議活動的 結果喊口號 都是那些政治口號 然後我強烈懷疑 那是配音的 用一個場景 可是他配了別的音進來 把聲音另外錄進去 這群眾在喊口號 我們可以懷疑 這群眾在喊口號 我一聽就不對 因為我一開始 我就一直在收集這些 這些網路上的新聞 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沒那個口號 越來越多口號出來了 很奇怪 可是他們也不敢報導 新聞報紙都沒有在寫了 因為事實上 沒有新的事實了 你到11月30號 你還要做文章 然後這些你就看出來 這些政府都出來了 可是這些政府你看 英國政府 加拿大政府 美國政府事實上 還算收斂 拜登這次夠收斂了 我覺得拜登在上次 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習近平有跟他講過 我們不要干涉別人內政 對 美國這次沒有干涉 可是表面上 你不曉得私底下有沒有干涉 這都不知道 私底下就很難講了 起碼表面上看起來 頗為公順 所以不過這個英國 事實上應該要把他 英國最虛偽的國家 真的 非常虛偽 他自己做就是什麼 替天行道 別人是怎麼樣 別人就是大逆不道 就是這樣子 他殺人放火 他什麼事他都覺得 他是民政言順 別人示威遊行警察去維持秩序 你這個示威造反有理 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個趙立堅直接 你看英國做了多少事情 觀眾朋友 導播給大家 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趙立堅的第一問 你怎麼對待你們自己國內 這是對待自己國內抗議者 反封鎖你也抓 反這個政府政策你也抓 然後還痛咒民眾哭 哀嚎哭 這個哭喊你也不停手 那你是怎麼對付 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都有人事實地屋 是喔 你在講清楚 人事實地屋 講得很清楚 我很佩服這個 中國大陸外交部 他們在收集這些資訊 把消息報回來 他馬上就有資料了 很快的 這個就是國民黨 也知道怎麼去 反指控雙標 可是國民黨 大家都學會了 指控歷史很爛 已經比以前好多了 不過這一次 西方的媒體 西方的政府 真的是失望 以為抓到一個什麼 又抓到一條大雨 香港 反送中 哇 他們不得了了 對不起 28號以後 有一切平靜 沒有後續的這些行動 你現在看的都是 都是很照以前的 要不然這不是發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牌子 這個就是在英國 他們拿了一個牌子 他們製造了一個牌子 說這是什麼 烏魯木齊中路 真的喔 在英國 那個就在英國的畫面 真爛 他們那邊集會流行的 搞了一個牌子 也是寫成烏魯木齊中路 你在網路上還看得到 就讓你以為好像上海還在 還在 還有 他就不告 而且都晚上 看不出來是哪裡 你看不出來在哪裡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說這些國家說穿 都是情報部門的什麼 顛覆的手法 他就是要顛覆你這個 顛覆你的國家 這個要追標 剛剛大使講這個 這種假造場景 真的是很糟糕 大使是這個有研究過 我是早上就在看 我在看YouTube 看了很多 對啊 這種弄得好像 一副在上海市區一樣 結果不是 都在英國 在英國 這個片子是在英國拍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荒謬 而且裡面亂喊口號 也是配音的 可能是在成都 可是後面喊口號就是 後面加上去的 也許現場的群眾 沒有喊這個口號 所以這些算是 這個就變成 這個現場主持人就是說 這不符合新聞工作職業道德 真的 對不對 BBC最糟糕 GBC就是說顛覆 顛覆英國顛覆外國的一支工具 這個BBC我覺得真的是 杜陸 沒有他本來就是拿那些軍情武術 什麼跟他們關係就搞不清楚 這個媒體做法真的是杜陸 真的是很糟糕 我覺得唯恐天下不亂 這個現在亂源很清楚了 亂源就是 昂格魯撒克群的這些國家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 o 我 去 余 余 余 感谢观看